今年藤智乎的警察和小鳳丸 如果不算带来 公部警官是投入的比率 有七八十多 有议员表示 这康备两分配没交文 跟做环境外的压力大丁丁 都是问题 建议智乎要推动轮道 工程会拍电脑 办公室的公部员 每个人都没用手机 跟做压力大 尤其藤智乎车量 行车速过 干定会在一人 就有四个人理解 除了相关 另外有生涯的委员 也还有心情欢庸好 删定情怀的工作 实在相当 委员接到学公宾 中逗所没好面试 这些人力是之前考试分发进来的 那他连资到了 他可以申请他返乡 那我们有两位申请返乡 鉴定会是民众遇到车祸 想要厘清这个事故的肇事责任 非常重要的单位 但现在人力极度的不足 而且这些同仁呢 每个身兼数值 每天都要开好几场的鉴定会 乘工会表示 通行行车数个案件 为100几千年 1542件到 今年已经得到 2559件 逆政率是40% 工作人员 当年增加 除了感化流程 没有社会重要 定数业务 概要为何人力处理 那今年 理解率较高 内政务的机关 分别是 原主性科技局 新闻处文化局 经济法定局 跟农协局 对于员工的一个友善职场 我们一向是非常的一个积极 那来留住人才 那未来人事处呢 也会协助各机关积极的领补人才 是不是透过一些轮調的方式 来调整他们的工作量 要不然有的人忙到快翻掉 有的人应该在那儿打棒 这样子也没有办法留住人员 在原来的岗位上 政府表示 去年没有包括警察和小红警官 公务警官日日 有483件处 日记率是7% 議案之外 路由无边关 工作环境不好 跟接条高预管理点问题 建议接条论调 记者总和报道 记者总和报道